巴黎知名的乡系绿色大道 两旁灯光瞬间亮起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 兴奋的惊呼庆祝 耶丹节脚步逼近 浪漫巴黎充满浓浓的固执气氛 只是受到能源危机影响 今年灯光秀的时间 将比往年提早一周结束 如此一来将能够在节庆期间 节省44%的用电 不止法国 英国11月初 点亮了耶弹大型灯饰 也揭开了年度最大购物季的序幕 但美丽的灯饰背后 代表迈入能源危机的经济寒冬 街道上的电子装饰品 公共场所的暖气 都有新的使用限制 英国10月起电费瓦斯费调涨八成 平均每户一年得缴12.6万台币的费用 民众只好改变生活习惯 实行在家无电新生活 用蜡烛点亮家中 每周只能开一次的暖气 连做瑜伽阅读和洗碗 每个人都得带着头灯执行 同时也减少看电视的次数 仿佛回到了18世纪 尽管造成了许多不便 却也省下了不少钱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